经常看朋友们会有看一些东西他们买的 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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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样的 那这些是什么呢 看起来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用这个做的 这个呢是软色剂 非常便宜 到处都用买的 10块钱人民币 这些呢是软色的 软色的玛瑙 软色的玛瑙切片 如果人家说是天然的 玛瑙切片是天然的 但是这个颜色不是天然的 这个颜色是软色的 所以预言游戏 文字游戏 但是如果买到这样的产品的客人 你也不用特别耐心 因为什么事情呢 都是有因有果的 你就当做好事了 就当积德了 也许人家卖货的 一家老少都需要养 所以买一次帮帮人家 也可以 但就第二次就算了吧 天然的玛瑙是什么样子呢 天然的玛瑙的颜色呢 是非常柔和的 这个呢是天然的玛瑙切片 看到了吧 其实这种呢 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档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玛瑙纹是很清晰的 这种呢做成切片 摆在家里都是很好的 而且天然玛瑙呢 有助睡眠 可以放在床头啊 玛瑙呢有很多的功能 玛瑙纹 佛教七宝之一嘛 自然的红 在光下也是很自然的红 不是那种很乍眼的红 这些呢都是 可以作为一个家居的 很好的摆设 像这种呢 也是天然的玛瑙 这是天然的蓝玛瑙 听说哎呦不够蓝呢 没有这个 这个怎么蓝 这是天然的蓝玛瑙 这就是颜色很好了 但是你看起来 它也不是那种奇奇艳丽的 愣愣的那种蓝 它也是很柔和的这种 很柔和的 天然的红玛瑙 中间就形成了水晶 所以这是玛瑙切片 其实这是一个晶洞 切了之后有的是个洞 有的里面呢 有的晶体是这样的 这是红的 红玛瑙 红不够红 我也是颜值控 我们也喜欢看很漂亮的东西 够不够漂亮呢 我觉得它很漂亮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 好 这个就好皮 让我八卦一下 那有些女生呢 找到几个男朋友呢 都是渣男 然后最后呢 自我解嘲说 本女看男人的眼光 不行 好皮 好皮 好皮